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中国大陆人权律师王全璋12月29号发表至中共黑龙江人大常委的建议书 要求免具黑龙江建三江农肯法院王敬军的庭长审判员的职务 王全璋在建议书中表示 在建三江当局非法庭审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 作为主审法官的王敬军 对众多辩护人提出的正当程序要求都不予理睬 还因为王全璋的手机震动 王关掉手机而以违规使用电子设备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取消了王全璋的辩护资格 王全璋认为王敬军作为一名法官 无视刑事诉讼法的一系列程序规定 不尊重被告人辩护人的程序权利 并且无视庭审纪律的相关规定滥用职权 非法剥夺律师的辩护资格 侵害了被告人还有辩护人的权利 所以建议免去王敬军的庭长还有审判员的职务 广西贵平市政府要在南木镇鲁滩村 金塘坝修建大滕峡水间站 25号大批全副武装手持井棍 盾牌的警察进村强行征地 和村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警察向村民发射大量的催泪弹 村民则是以砖石棍棒反击 最终村民不敌 有多人被打伤 十多人被抓捕 据大陆权力运动报道 28号的下午 江苏镇江丹阳市开发区 马陵村的孕妇马玉珍 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 与13岁的儿子马洪梁一起 在王府井放炮 撒船单 举报村支书吴林刚 侵占集体土地建私人庄园 侵害他们母子 作为村民的土地权利 据说这是马玉珍 继十一和一个星期前 在天安门放炮后 第三次在北京 用放炮撒船单的方式维权 目前这母子俩 已经被带到 东城区中华门派出所